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孔子的论语 如果你们是不是这个学习有上论语课了吗 论语那个八亿篇里面就有这个话 孔子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喜欢听音乐 听了音乐以后听那个韶乐 三月不知肉味 这个不当陶醉 但对韶乐的评价呢 他就说这个韶乐是什么 尽美也又尽善也 尽善也就是尽善尽美的 那么他听了那个五月 这是有对比的 这个韶乐 这是五月 听了五月以后 他说什么 尽美以为尽善也 就是尽美但为尽善 但这个韶乐是关于什么呢 韶乐是关于顺的 就是我这个臣往上推 就说顺就是这个 而这个臣就是顺的后人 传下来后来在臣这个地方 这个是顺 这个五是关于什么呢 大家知道是关于这个五王的 就是这个怎么讲 替天也可以讲是替天行道 罚这个不道的咒的 罚这个商咒的五王 代商建立周的天下的五王 那他讲这个是尽善尽美 这个是古代的这个圣人 这个他是所有都是非常完美的 音乐形式也非常好 他的内容 他所关于顺的这个表彰顺的 这个都完美了 美善兼备的 那五 他说是美是美的 但是还不够善 为什么呢 其实不是现在讲 从这个先秦时代就开始讲 到时候汉人一直到朱熙 这个都是这样讲 就这个五王是什么呢 五王当然他是咒王 商咒是不道 商咒是应该推翻的 是应该取而代之的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你五王是什么 他是天下的共主 他是在上者 你是底下的诸侯之一 你是一方的诸侯 你不管怎么样是以下反上 多少还是有点亏的 多少有点亏的 所以那个谁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个薄仪书奇 就义不识周俗 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讲他迂腐 但从道理上来讲 他是这样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你是一个在下者 来把这个在上者给推翻了 那你这个东西 他说这个是你是不义的 不义就不该这样做的 所以他我就不吃你的 因为这个普天之下 莫非黄土嘛 对不对 都是你周天子的天下 所以你这个地方我不能待 你所有的这些周俗啊 所有杰出的这些果实啊 这些食物我都不该吃 活活饿死了 那薄仪书奇 你讲起来这种是极端的执行 他那种所谓义啊 但是呢 如果追究起来的话 这个确实他还是有一点亏 还是有亏啊 从孟子一直到朱熹 其实都有这样解释 所以他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所谓尽善尽美 就非常清楚 他一方面 这个作为一种音乐 或者一种艺术 他在形式上啊 这个他要美 但另一方面 他要完全合乎这个道德的要求啊 合乎伦理的这个要求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始终是一个 这个中国文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要求 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啊 所以比如说讲 中国文学当中最高的人物是谁 那就是杜甫 那就是杜甫 杜甫是什么 唐代那几个人杜甫叫师圣 李白叫师仙 那个还有师佛 这个师鬼啊 这么多师 各种各样的师 但最高的毫无疑问是师 师圣 圣是最高的 为什么最高 美犯不忘君王 自军 这个自军饶顺上 在此分属存 他就是有那个关怀 对下是关心这个名声祭苦 对上是要帮助皇帝达到 尧顺那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古代这个圣人的境地 所以他是最高的 所以你那个 钱中书先生有一篇文章 叫中国诗与中国话 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 他很 钱的论文是 很少的 如果钱中书先生 身在现在 他这个大概可能 一辈子评不上教授了 他没有现代意义上的 这个学术专注 论文又那么少 怎么行 福淡平一个教授 要现在要 十篇核心期刊的论文 一部专注 前那个时候可能 他十篇论文 前的十篇论文是有的 但是 那个发出来 已经很晚很晚了 他那个中国诗与中国话 是非常 非常博学 这个旁针博引 非常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他那里面有一个 中心的讲法 就是中国诗和中国画 诗画 我们都讲诗画一律 但他在那边讲 这个诗画两个东西 在中国传统当中 诗画的两个标准 是不一样的 画的标准最高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知道 是文人画 我们现在讲起来 这文人画的传统 其实是宋人以下 那个文人画的传统 发展起来 那种文人画的传统 但是表现 重在画所表达的 那个意趣 表达他画家的 内在的 是重在这个方面 但是到了 叫什么 但是到了 中国诗歌里面 就不一样 诗歌的标准 不一样 相反的 诗歌的标准 是尽善尽美的标准 最高的诗歌的典范 是杜甫 最高的诗歌典范 是杜甫 所以中国诗里面 像王维 这个所谓 清代 王世珍讲的 所谓神韵 讲的神韵 这种风格 或者说信灵 所以这些东西 当然也都有它的特点 但这些东西 永远不能够成为 中国文学最高的标准 最高的标准 必须是杜甫 杜甫 就是美善兼备的 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一点 我想对中国文学 对于这个所谓的 社会上面 社会 具有社会性的 这种伦理政治的 这个重视 是特别显著的 特别显著的 我想 我想这个两点 是我首先想的 然后接着 我想谈的是 这个 中国文学中说里面的第二方面 前面是讲中国文学的特质 提的一些简单的 第二 我想这个 中国文学史鸟看 这个真正是一个 非常宏观的一个观察 这个也是一开始 讲中国文学史 这个讲前面这一段的 一个负担 后边 讲到后边 其实可以没有关系 就是到从哪里 开始讲起就讲起了 我这个从开头 多多少少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交代一下 就中国文学的 这样一个鸟看 中国文学你要看 其实我不是讲具体的 因为如果讲具体的话 我就把整个这个课 或者一年半 这个课整个讲一遍 我只是讲一些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就是在一个 在一个 如果一个很高的一个角度 来回望中国文学 这个传统的话 整个这个文学传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注意到的一些 这个重要的问题 然后这些 变化的一些 最重要的一些痕迹 是怎么样 我想首先谈的是这个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有两个 首先是要谈到的 就是一个呢 是他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 早期的这个中国文学 这个早期是什么呢 这个概念 我这个时段 也都不是绝对的清楚 我们经常做文学的人 做文学史的人 都有这种冲动 就是最好是精确 精确到哪一年 甚至精确到哪一个日子 最好 但是所有这些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都没有这个绝对的意义 都绝对的意义 我这个早期 大概如果一定要说 我这个早期是指什么呢 那差不多我指的 就是先秦 或者说是西汉 这个时代 略微早一些的 就是周秦汉 有的人讲周秦汉 我们讲先秦两汉 有问题 秦到哪里去了 先秦在前面 汉代两汉 秦到哪里去了 所以有的就是说周秦汉 我其实大概是 这么一个概念 到西汉这个时段里面 这个时段里 我们如果观察文学 有几个问题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 就第一个 其实就是原初的 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学创作 在最初的时候 他们其实产生 或者说发展 它背后的动因 或者它所具有的特点 它具有的最初的特点 其实并不是文学的 其实并不是文学的 那现在要什么呢 就是它一开始 它文学这个东西 我前面讲了 文学这个概念是历史发展的 文学这样的 所谓文学作品 所包含这些作品 也是逐渐逐渐被认知 逐渐逐渐被分析出来的 依稀出来的 所以过去有些人 就是要讨论文学的起源 我对这个问题 一点都没有兴趣 我和你们一样大的时候 就是我跟你们读书的时候 觉得也很多人 很热心地讨论 文学的起源是什么 我对这个问题 一点兴趣没有 甚至所有的 几乎对所有的起源问题 我兴趣都不大 什么艺术的起源 我这都没有什么大兴趣 因为为什么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很清楚 都是后来 我们重新回过头去 来判断的 不存在一个说 我从此之后 有人宣布 或者一代人 突然宣布说 我们这个开始起源了 从此以后就是文学了 没有这个概念 用钱宗先生的讲法 钱宗先生在 中国诗语中国话里面 我见你们有兴趣 可以去看那篇文章 他讲很多的文学 其实都是什么 都是野孩子镇父亲 爆发户做家谱 野孩子镇父亲 就是他已经发展到 一定程度 他回过头去 找他的源头在哪里 然后他说 那个是我的源头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一开始的 我们 这个我想讲的是事实 就是最初的那些文学 从他的产生 和他当时所具有的特点来讲 当时人的看法当中 他根本不是文学 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都会讲到 先秦时代那些文学作品 比如说像左传 比如国语 战国册 那都知道我们现在都讲 先秦时代都讲到 所谓散文 这所谓的历史散文 或者说是史传文字 史传文学 那这些东西其实知道 那当时就是 既是既言 古代有那个史观 左是既言 右是既是 既是既是既言的书 那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一个记录 他其实在当时人来 更基本上把它看成是 历史的著作 而不是文学的著作 对不对 这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道理 比如说我们都会讲到 伦语 孟子 老子 庄子 荀子 韩非子 这些作品 先秦时代 那这些作品是什么呢 是当时那些思想家 先秦时代的诸子 他们对时代 对那个时代有他的看法 要发挥他们自己的哲学思想 社会思想 要救世 觉得这是一个乱世 孔子讲这是一个天崩地裂的 这样一个时代 我要救世 所以他们发表他们的意见 他们写下 或者他们的地址 把它记录下来 形成了文本 他一开始根本不说 我再进行文学创作 他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只是他里边确实 含有文学的知数 那被后代 当时追溯的时候 把它找出来 看成是文学作品 那么楚词和诗经 我们当然 这些运文作品 我们更容易 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学 这个非常重要的文本 但是诗经知道 诗经它为什么会形成 我们这样会交代 其实它也不是文学的动机 诗经之所以会集成 这样和当时 这个所谓周代的 这个礼乐文化 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不对 它和当时的这个礼乐文化 是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它当时都是 都是朝廷啊 或者是宗庙啊 或者是 都是一些特定场合的那种 仪式性配合在一起的 它是和音乐和舞蹈 这些结合在一起的 它不是那样的概念 那么比如说 除了这之外 除了这些宗庙 除了朝廷啊 除了这种特定的 这种仪式的场合 需要有这些东西 所以把它结集起来 配上音乐来演奏 甚至有舞蹈 这个之外呢 那有的时候 有些就是跟政治有关的 比如说大家知道 那个成语叫断章取义 对不对 断章取义 就是副诗言志 就是在那些外交场合 那些不同的国家 那些诸侯国 那些大臣在一起 然后要讲一个意思了 但它那个意思 不是直接讲的 它念两句诗 然后对方能够领悟吧 领悟了 好 那互相之间就可以沟通 所以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它里面也用诗经 但这种用诗 这种副诗言志 这种用诗的一种方式 那其实这种政治的场合 它都是和当时这个 就是在礼仪的 或者政治的外交 这些场合是直接相关的 直接相关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 这个恐怕我们不能够把它 把它仅仅看成文学的这个作品 作为文学的创作来看 储子其实也是 储子在很多它里面表 很多实际上也都是有这种宗教的 或者仪式的这个背景 比如说九哥都知道 对不对 储子是屈原根据这个民间楚国 民间的这个继歌 当然这个有不同的说法 有的认为是民间的继歌 有的认为是国家的这个继次仪式 这个有争论 那不管怎么样 就是跟宗教的仪式是相关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都在这个场合之下形成的 所以我们怎么来 不能把它看成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创作 单纯的那个文学创作 形成一个文本 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说的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早期的 它跟这个 它是一开始可以说是 最初的动机和最初的形成 那个文本的性质 可以讲是非文学的 它是有一个从非文学到我们认定 它具有文学性的一个过程 这个我想是需要首先提一个的 那第二个其实我刚才已经涉及到了 就是说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个 这样的文学是处在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处在一个综合样式之中的 综合性的样式之中 诗经和处词很大的部分 它诗经几乎全部 处词的这个相当一部分是什么 都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 都是可以歌唱的 所以它不是跟我们现在讲来读的 来就是什么这个诗朗读 或者怎么样念一下 或者甚至给人看的 它都是一种综合的艺术 我先讲的 歌 乐 舞 诗经 这些都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非常的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它一开始 我们讲文学是文字 文学是述读读语言的这个艺术 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 很多我们不要把它看成 仅仅是书面文字的 或者说仅仅是语言的 它是跟音乐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需要首先交代一下的 那么随着这个之后的发展 就是从西汉以后这个发展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从确实你承认 就是说逐渐到什么 逐渐重视这个文字 逐渐重视文字 趋向于文字 或者趋向于书面的文字 是这样 这个是什么样的 这样一个趋势 到汉代就特别明显的 那个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富 汉代的富 富篇幅那么大 你们恐怕 虽然没有仔细读过 但说不定都听说过 或者你们历史课厂 起码都应该讲过 这个富几千字 像司马相的那种大富 这个它可以读 它有一定的声调去诵读 但它绝对没有办法和乐去唱 所以它是诵读 诵读了以后写成文字 后来有人从文字上去读 所以这个它是富 我讲说的那个 就是富是整个中国文学当中第一个 第一个什么 完全脱离音乐的 完全脱离音乐的一种文学作品 有一个说法就是叫 富是什么 叫不歌而送 不歌而送 就是它不是唱的 但它要诵读 用特别的去读它 用特别的声调去读它 所以它是不歌而送的 你看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从它开始 它就开始脱离开音乐的 而趋向于以文字为主的 这样一种文学作品 那么这个它就注重到文字的本身 就开始注重到文字本身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就是文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文学史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展 那么这个里面 它开始就用文字 比如说这个当然 我们讲到汉代汉富的时候 会提到的 就如果你们去读一下这个汉富 我上次给你们介绍 朱东润主编的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你们去看那个上边 我们这个学习主要设置到上边的两侧 你们去看看它写的什么 子须上灵附 子须上灵附 这个司马向如写的子须上灵附 你看看那个文字 我说它那个就是 它一个字 它经常把这个什么 比如说 鱼字旁的字 木字旁的字 山字旁的字 都给你堆起来 堆在一起 往往是四个字排 排排排排排了很多 这个你现在叫我念 我马一下子有很多也念不出来 这个汉富现在虽然很多人现在是已经不读了 但是你去看它这样堆砌 这个堆砌是什么 念起来是 可以讲是截取熬牙 是很难念的 它是诉诸什么 诉诸你的视觉 让你去看的 让你去看的是什么 那是注重到文字的本身 而不适合音乐 不是仅仅在声音上 而是诉诸于文字本身 你看这个字 所以我用那个字 就是说 根深那种观念 叫马字 你们现在不太知道 那个很早的 我就是八十年代后期 那时候王硕 王硕现在已经 对你们来讲 已经是很老的人 那时候王硕开始写小说 这个引起大家很大的震惊 这个所谓痞子文学 有很多不同的评价 那我那时候很喜欢 我八十年代 就是我大概大学的后期 那有一段时间 我对这个小说 对很多文学作品兴趣 特别是对小说兴趣缺缺 但当时就是两个人的作品 我看到都会读的 一个是王硕 王硕都要读一读 虽然写的 有些东西很粗糙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出来 我就读了很多 王硕那时候说 文学有什么了不起 文学就是马字 就是一个工匠 把一个字排起来 最后形成一个东西 这个说法 那个时候人家讲 这个人文学一点尊重都没有 就是这么一种态度 其实文学就是这个 它倒是很符合 中国古代时候 这个概念的 中国那个时候 中古时候 从汉代以下 一直到六朝 很多人讲文章是什么 就是连祖篇章 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把这个文字 把它连起来 形成一个东西 所以它这个实际上就是马字 它把很多字全部堆起来 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 有很多人当然解释了 就是说《富》实际上是一种字书 就帮助人认字 有这个功能 这从功能上来讲 是有这个功能 这是一种功能上来讲 另外一方面 我就从人的所谓文学的 或者说写作的意识上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因为述诸于文字了以后 它把相关的这些字堆在一起 堆在一起是什么 实际上体现了它对字的重视 对具体文字的重视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主要它是合乐的 你音乐和文字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词重要还是音乐重要 那当然是音乐是最重要 旋律是最重要的 旋律的重要性 绝对是压过文字的 你当然脱去这个文字之后 那个才重要 当然有些歌词写得好的话 你觉得单独抽出来 你觉得就像诗一样 但是你和音乐一旦结合 你肯定是音乐为主的 肯定音乐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父是因为不歌而送 脱离音乐之后 他开始注重这个文字 注重这个文字的选择和组合 你们如果有兴趣看一下 这个司马相罗的上林夫 子律夫 就可以知道 这种对文字 对语词这种竭力的排比 其实都是对这个语言的文字的 这个重视的一种体现 可以讲是一种修饰 或者说是一种修辞的意识 修饰的意识 意识在这个里面就呈现了 在这里面就呈现出来了 那么这个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条件 这个以后一直是再往下发展 我简单引申一下 超越这个时间 超越这个时段往下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再往下发展 我觉得早期的中国文学当中 对于这个音乐 和这个文字这两个的关系 这两个交织 在一起的这个此消彼长 或者互相的 之间的这个张力 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给予相当充分的 这个充分的这个注意 相当充分的注意 那个到了后来 你看汉代 到了东汉后期的时候 中国诗歌开始这个发展起来 就是说脱离音乐的诗歌 开始发展起来 就是那时候五言诗 大家知道 五言诗开始发展起来 那个五言诗 早先那些五言诗 比如说汉代的 从诗经一直到汉代的岳府 和早期的古诗 它都是文字 都是非常质朴的 人家讲就是大白话 比如我们后面讲到 古诗十九首 大家听到过吧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里面讲 对于人生的一个基本的问题 他有一个感慨 他讲这个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你说这个人一生 就是活一百年 但是这个活不到 老是想想活得长 就是想活千年 所以生年不满百 长怀千岁忧 是大白话 全是大白话 对不对 但是后来开始 这个叫什么 到后来就写得 开始写得漂亮了 写得漂亮 什么呢 比如说曹植的诗 你开始就写得漂亮了 你们去看看 翻一下曹植 曹植诗里面 开始有对仗 开始用一些特别的词早 那为什么呢 通过很多的记载 你就可以知道 曹氏父子 曹操 曹植 曹批和曹植 他们都是很厉害的 这个三个都是曹家 曹批是取汉士而代之 在政治上 也很有作为的 在文学上 这三个三曹 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但当时记载 你可以看到 他们三个人 和音乐的关系 是逐渐降低的 这个大部分曹操的作品 都是乐服 都是可以割的 我们都知道 曹操喜欢音乐 那个时候人都喜欢音乐 因为像 曲有物周郎固 周瑜这个音乐 也是很金属的 曹操也是 这个音乐 也是非常金属的 他这个都是可以 可以谱上这个曲子 合着曲一曲歌的 到了曹植 那些记载 很多他什么 是视线管弦 他这不再能唱 不再能唱是什么 也不再能唱 他就注意文字本身 就跟负一样 你一旦这个文学不唱 它落实到文字本身 你就要注重文字本身的美 用文字本身来打动你 而不是用音乐旋律来打动你 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 从曹植以后 诗歌 这个五颜诗 写得越来越漂亮 我想跟这个音乐是有关系